我就是要像音樂的樣子 音樂怎麼樣我就怎麼樣 講得粗一點好像雞頭一樣 我覺得我是外表很震驚 可是那個內在是波濤洶湧 我開始學指揮跟陳秋勝老師學指揮 一開始就是從茶花女 從彈歌劇音樂開始 就這樣投入了歌劇的世界裡面 也是命運的安排 歌劇當然是非常非常的迷人 所以我這個一點都不後悔這種經驗 到歐洲我是先贏了幾個比賽 然後再偶然機會知道說 這個喜歌劇院在招首席祝壇指揮 然後我就去報考 那報考的其實就是拉伯衛 因為我在台灣已經指揮 因為弄成還有Aida Tosca Turando Otello 你想想看我二十幾歲就有這種機會 在台灣有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真是很難得 所以我非常感謝陳秋勝老師 有這樣子的經驗 所以我就考上了 就這樣開始 前面那個Decrescendo再早一點做 然後接下來我們保持在Piano 你們的一些建牆什麼到Forte 那幾乎不要做 指揮很多歌劇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想念交響樂 當我指揮很多交響樂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想念歌劇 就像空氣跟水一樣 一個都不可或缺 而我真的也覺得 你可以在歌劇裡面取得很多 可以幫助你指揮交響樂的養分 而反之亦然 很重要的是你要在工作之中 跟這個Team一起成長 因為你一個歌劇 我們說Tosca好了 這麼有名的劇 一個production 就是一個詮釋 指揮導演演員 甚至布景 都息息相關 所以同一個劇 一個製作 就是不一樣的顏色 不一樣的精密 有一個劇 近年我嘗試的Semi Stage 這種Semi Stage 其實Range很廣 也有真的很簡單的 例如說Electra 我就覺得是很簡單 可是它又有一個美感 然後有弄得非常複雜的 例如說Otello 這次Tosca也是很複雜的 Semi Stage 你有一個框框 有時候一個框框 更能夠激發你的一個開創性 例如這次林懷銘老師的Tosca 就是大刀闊斧把它活在 什麼時代都可以 什麼地方都可以 可是這個人性是不會變的 這個是超越時空的一個東西 一個Full Production 當然是最Classic 觀眾很喜歡看 導演可以揮灑他要做的 因為條件都在那邊 你不管是Full Production Semi Stage 或是Concerphone 我覺得我們追求的都是 就是最高的一個品質 我喜歡那種有層次 就是有很多可以挖的那種角色 不管他是好人或是壞人 有時候覺得壞人比好人 比較有東西挖 Scarpia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沒有真正的壞人 一定是有他很深的那種信念 我喜歡一種神秘不可測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的時代是那個世紀末的時代 我最喜歡就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出 那時候現代主義開始 百花起放的時候 我覺得那就是 兩個就是神秘嘛 這個東西很吸引我 所以華格納年威爾利年 很自然我就排華格納跟威爾利的歌劇 演得比較多華格納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一個交響樂團 沒有演奏到華格納的東西 總是少了點什麼 而拿Puccini跟華格納這樣子交替 所以我覺得也很能表達出 一個台灣的音樂團是怎麼樣的 沒有一個先入為主的 在音樂史上這個好就跳來 這個好就跳來 不管它是哪一個 不管它的題材是什麼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反而比較沒有負擔 這是我們的優勢 這是我們的優勢